大家好,欢迎收睇每周一股 我身边的嘉宾是Jason和我们推介深水股份 Jason 你好 Ficky 你好 先回顾上次你推介的新澳能源2688 恒指期内表现升了141点升幅都有0.54 股份方面的表现升了2.7 升幅跑人大市升了4.09 看看当时的买入建议 当时建议买入价是65元 目标价是75 指示价58元 今天中午手市价部是68.6 期内波幅最低是64.15 最高是69.6 看到这股份表现不错 不过这股份已经是Jason 10月初的时候虚介 放完加回来 但这个表现仍然很强势 是否要保持住呢 当时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些相对比较稳固 之前也跌得比较多一点的燃气股 来选择 也挺幸运 就算在10月中至10月尾那段的大市有多急的跌幅 但这股股相对的抗跌力都比较强 虽然你说近这一个星期的市场 但上来又没有怎样跟到一个很大的升幅 但起码都叫做一个平稳表现 就算跌也不是跌得太多 所以如果之前都按住部署65元买了 暂时都可以先看着 还有两个多的利润 暂时都可以先守一守 上网目标价仍然维持在75元 好啊 新浩能源如果买了还可以先拿着 不过来看看今天的市场 其实今天的市场真的不得了 曾经都升过400多点 但之后又跌了 现在暂时跌了84点 其实市场这么厉害 还怎样买东西好呢 这段时间要再选择股份 我觉得都要建基于几个条件 其一就是说一些本身 之前出业绩都算是不错的一些股份 另外就是说都继续受惠 内地政策方面的一些行业 再加上就最好在那个股值上面 都比较是便宜一点 就是不要再选择一些 二十几三十几倍的PE的股份来去追 所以我今天都会带来一只 新能源相关的股份给大家 说956新天绿色能源 他一来就说之前出的业绩不差 二来也是国家政策方面 继续支持环保的行业 第三方面 稍后都会说 股值方面仍然都比较吸引 好 我们都看看新天绿色能源 956的首三季的业绩表现 其实看到当时大行 看到它的业绩之后 都说是很惊喜的 因为它的收入和增长方面都非常之厉害 营业颜方面都见到升成四成八 经营利润也有上升了五成四 股东英占日历上升了五成八 不过看到它的毛利率方面 就有1.3个百分点的跌幅 经营利润率也跌了0.8个百分点 不过顺利率也上升了1.2个百分点 而负债方面也有改善 跌了12个百分点 首先想问Jason 为什么今次的业绩 收入和增长可以这么厉害 还有毛利率方面 为什么会跌呢 是不是因为天然气方面 毛利收责的影响呢 先说它的收入和盈利 见到今次去到头三季的收入盈利 都升成四成八至五成八 基本上都是相当之有惊喜 特别比较回 只说上半年的表现 上半年的收入就只是升五成 虽然都升得不错 但如果你只说上半年的顺利 就只是升三成七 代表着其实第三季度 它那个顺利的升幅 比起头两个季度都还是为之快的 所以带动了 就是说头三季的影响的增幅 都去到五成四有多 就是五成八 所以这个都算是一个 挺惊喜的表现来 只要你说毛利率跌 就不是说今时今日的事 其实从去年开始 都见到国内整体那个 气源的价格 就是说天然气那部份的成本的价格 升了上来 去到今年年初 叫做有些改善 但是按年来说 始终毛利率仍然是有收缩压力 就希望去到今年年底 就是去到采乱季的时间 希望内地的气荒 就没有去年那么严重 气源的价格 希望都不会再进一步飙升 还有都希望在转价成本上 都仍然能够做得到 所以毛利率去收缩都属于整个行业的趋势 就去到这些水平 接下来你说进一步向下的空间 就应该不会太大 好啊 我们都仔细看一看 它里面的烟物分布的表现 其实新天绿色能源 主要都是做两个烟物 还有天然气的销售 还有这个风电及光伏发电 其实在天然气销售那边 它的营业额都上升得不错 有73.8%的升幅 总收入也有29.98亿 不过看到它实际赚 都是只有2.39亿 但看回风电及光伏发电 它在收入方面就上升了2.3% 总收入有18.41亿 但实际赚就有12.5亿元 其实看到风电那边就做得好 反观天然气的利润率 就不断在那里倒下 其实这方面会不会有得改善呢 刚刚都说过 始终天然气的行业 现在面对着气源价格的上升 或者进口天然气的成本 也都不断增加 再加上中央的政策 似乎都偏向 就希望帮一些 就是最上游的开采 或者进口的企业 就希望叫减少回他们的经营的压力 所以在那个改革方面 特别针对价格方面 似乎都偏向是会帮一些 比较上游的公司多一些 相反地这类型 就是主要做零售 或者批发一些下游的企业 承受的成本价会相对是高了 所以毛利或者利润率方面 接下来还是会面对一些的压力 但是就算你说的利润率是有个下降 也好 但是由于量是够大 就是我们接下来都会说 就是在内地方面 这几年都不断提倡 将煤改气不断增加天然气的 那个使用量和覆盖率 所以都令到即使这个毛利率是drop的 但是量够多的时间 都见到天然气的销售 无论在收入或者顺利方面的升幅 仍然都是相当显著 至于风电或者是光阔 这一类新能源的发电 公司在那个增长的步伐上 都相对是稳健的 如果只说上半年 收入和顺利都能够升到两成多 都算是一个挺合格的表现 刚才Jason也提到 他觉得风电那边的业务 表现都很稳健 而这个也是他为什么看好956的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左边的图表 就是代表着集团的风电发电量 和平均利用小时的数的表现 其实今年首三季集团的风电发电量 同比增长1成9 之后都受惠气风率的改善 大动利用小时 按年上升了9% 至1752小时 其实看到他在2017年 都创了一个高位 风电利用小时 都有2392小时 是历史新高 其实今年有没有机会追上去呢 因为我看回之前公司预计 其实全年的风电发电时数 大概都会在2250至2300小时之间 是不是都意味着 来着那季第四季 即是有机会就向上呢 是的 说今年去到第三季 你计算回头三季方面 公司的风电的利用小时 都去到1700多 比起去年来说 其实都已经进一步升了 接近9% 那么多 如无以外去到冬天 第四季方面 随着风资源是增加 那些风电企业的利用小时 亦都可以跟随有个上升 那如无以外 你说要贴回去年2300多 这个利用小时的难度 就不是太大 那甚至乎 根据有不少的大行都预期 那今年去到全年利用小时的水平 都可以去到2400至2500的小时 就是都是创了 就是历史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所以如果你说 看回风电近这几年的改革 或者整体对于产能的控制 甚至乎很多的电网方面 加强的配合 那都令到那个气风限电率 就叫做减低了下来 那好像你说今年头三季 公司那个气风率就跌到 只有5点几个percent 就是有很多地区之前是面对着很严重 气风限电的问题的 那但是随着很多电网的落实 或者一些最低配额的政策落实之下 都见到那个气风率是降低了 那便是也都带动了 就是说很多风电营运商 那个利用小时有回升 那除了你说利用小时回升之外 亦都可以留意那个发电量表现 那今年你说头三季的发电量 都能够升到接近1成9 虽然你说在单港第三季的增幅 就比起头两季来说是放缓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 其实比起的对上了几年来说 那个升幅都算是不错的 嗯,好啊 我们看完本身集团的发电量和利用小时的表现 那它的同业的表现又怎样呢 我们都比较一下 那看到图表里面 都比较了新天绿色、农园电力、华伦新能源 和大唐新能源来做比较 那看到大唐新能源的利用小时的部分 就未有数据 但是我们都大概可以看到那个情况 其实新天绿色 它首三季的风电利用小时是最高的 有1752小时 同比较伏都升了9% 不过我想问Jason 为什么它那个风电利用小时是最多 但是看到它的发电量是最少呢 那说到发电量就是一个叫做绝对的数字 因为本身如果那间公司 整体内地那个风电机组的规模 如果不够其他公司大的话 那自不然你的发电量都会是比较少一点 如果你比较到农园、华伦新能源和大唐新能源 这三间都是一些国有的发电公司 所分拆出来的风电企业 那它们本身拥有那个风电机组 或者涵盖内地那些不同省份的面积 相对来说是大很多的 所以你比较基组有这么大的分别之下 那自不然你单讲的发电量 绝对数值呢 那就当然不能比 那我们计算那个升幅方面呢 今年头三季刚刚都提到 公司的风力发电的增长 都有19% 那比起全个行业的平均来说 就差不多了 那比如你说龙头那间龙园 都是升两成 那华伦新能源更加只升得一成三左右 那所以对比下 新天绿色的风电的发电量的增长 就绝对不失礼 那至于利用小时数 就更加明显的 因为本身利用小时就是建基于 它们本身有的基组 再看每一部基组的效能 利用率是去到哪里 那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利用小时数越高的话 那大家就会有个相同的基础之下 可以去比较 那比较回能源电力 和华伦新能源之后呢 那见到新天绿色本身的利用小时 都比较是高一点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新天绿色能源 它在内地的风电机组集中的区域 都在河北省那边 那根据河北省的气风率 或者是限电率的表现 那比起全国其他主要的省份 比如说新疆啊 内蒙古等等 整体的利用率方面都比较高 或者气风的问题都没有那么严重 那所以一直以来 新天绿色能源本身打住一个最大优势 就是说它在河北省的占比较大 那令到它的利用小时 或者整体的利用率 比起同业来说都是为之高的 那除了你说它的实数是比较高之外 那看回岸年的变化 那今次的利用小时 岸年都能够升到9% 都是高于全国平均的升幅 那本身新天绿色能源的风电方面做得很好 那未来方面值不值得憧憬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下半 其实公司对于未来两三年的盈利展望都很乐观 它亦都预期今年和明年两年 新增风电装机可达400-500MW 目标亦都是属于行业中较为进取的一间 另外它在河北唐山首个海上风电项目 预期亦都可以在2019年头产 内部收益率亦可望达10%以上 不过这个风电项目的借贷规模亦都去到41亿 我看到利率其实都有4.9% 对于它来说 会不会有很大的成本压力呢 现在国内方面 其实陆上的风电项目可以再增长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未来很多风电运商都希望增加新装机的机组 或者有些项目都是在海上的项目为主 公司亦都在两年前就逼到过海上风电的项目 集中在唐山那边的地区 它就预期在2019年的年底就会是投产 这个机组本身的规模都有300MW那么多 还有它们计算一下 虽然一开始的起资成本或者资本开支都比较大 它们也都要再用一个债务融资来去籌集资金 但是计算一下内部收益率 就是我们所谓的IRR来说 都有11%的 所以当这个项目投产之后 就可以能够进一步大动公司风力发电量的增长 所以我自己都觉得是一个挺好的项目 还有看它在今年来说虽然单港头三季 就是新增风电装机的规模不算特别大 但是由于它本身 好像刚刚提过海上那个项目 接下来就会投产 再加上河北地区 本身因为气风限电的问题 是没有其他地区那么严重 接下来要再逼一些新的项目 相对的难度都会是低一点 所以很多行都预期在风电装机的增长上面 公司都可以比起行业的平均来说 都可以是比较优胜一点 其实除此之外 新天绿色能源也受惠一些国家的政策 好像国家能源局最新推出的 可载新能源配额制 和这个陆政交易机制 我们可以看回上一版先 其实可载新能源配额制是什么呢 他想要求企业的发电数量 去达到一个range 就可以拿补贴 但多了的电量又怎样呢 不要紧要 还有一个陆政交易机制 如果申请陆政之后 就可以将电量买给不够发电量的公司 去增加收入 如果那笔钱不够补贴之前的差额 国家也会再补贴 其实变相 他在补贴方面的收入也很稳定 虽然整体的每度电 电价补贴之前 都不断有些文件出台 未来这几年 都继续有一个下降 都无求做到去到2020年之后 做到一个平价上网 完全不用靠补贴 那些新装机方面的项目 都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但是 现在都有一个 所谓的配额制 和陆政交易机制 出了来 就是说 刚刚Vicky都解释过 两个制度 互相配合之下 可以令到这类的 叫做封电的营运商 就不会一下子 没有補贴 就算你说 现在你发电量 超出那个 最低的要求 有些额外发电也好 可能这一部分的发电 不能够再得到 国家的电价補贴 但是有一个 叫陆政的交易机制存在 表示着 你这些所谓 多出来的发电量 就可以申请 拿些陆政回来 再将这些陆政 就买给一些电网公司 或者其他一些 叫燃煤发电的企业 他们要根据 市场的定价方面 去买这些陆政 变相都可以令到 这一类的新能源的发电企业 会多一重的收益 之前有个担心 就算给你trade到这个陆政 有个额外的收入也好 但是比较原本的 每度电的补贴 会不会都还是有个落差 会不会都还是差一点呢 最新的消息都说到 如果来近真的出现这个差额 各家能源局的方面 都会有个额外的补贴 所以就令到市场 现在都开始叫做舒缓了 就是担心 之前最怕一下子 是一个很急速 一个补贴的削减 但是现在这些字 至少有这些机制 叫做稳定了下来 在加盟能源局那边 也有个承诺 愿意把差额补偿 我觉得封电股之前 面对最大风险 暂时就叫做消除了 好啊 我们看完封电的表现之后 我们都看一看天然气的表现又如何呢 看到图表里面 就代表了 在加盟能源局的消费量 以及同比增速 今年首三季度 集园的兽器量 同比增长46% 至17亿立方米 预期全年销售增长也超过30% 集团在河北、山西和天津等地区 都不断扩大天然气管网建设 加上也有国策扶持 就是煤改气的支持之下 其实天然气的销售情况 都有望增长 不过其实看到 第三季天然气的销量 其实比起第一、二季都有所下降 不过第四季 都是一个传统的采乱季 所以其实第四季的表现 是不是可以做好些呢 又可不可以上第一季的高位 或者更加高呢 去到第四季 我自己都觉得 今年整体天然气的消费量 或需求方面 都仍然会保持一个 可能是两成左右的一个升幅 所以在这个季节性因素带动之下 再加上政策方面 继续提倡煤改气 以及之前也有一些新的政策 鼓励一些天然气的下游企业 自己都尽量早些安排 做一个补充气源 或者储存气源的一些措施 令到希望去到冬天的时候 出现气坊的问题 就没有去年那么严重 所以我之前都不断推介一些 燃气股的原因就是这件事 由于新天绿色能源 在之前公布去 即是头三季的那些营运数据 都有公布去天然气的销售量 你只说第三季 他这次都能够买了四亿多的方米 按年来说 升幅虽然比起头两季是放缓了 但都还有两成多的升幅 而这个升幅比起全国的平均水平 亦都是为之高的 只要去到第四季 即进入一个旺季之下 如果他能够再有一个弱进的话 相信他这一部分的业务 去到传电方面 都不会令人失望 好啊 我们也看看第三个原因 其实Jason 刚才也有开股 就是他的股值 其实都挺吸引的 我们可以看看 和其他的风电股 和燃气股的股值比较 其实新天绿色能源 他的股值率 都是最高的 比起同业来说 也有5厘4厘 但在PE方面 都是偏低 都是仅次于最低的大唐新能源 看到他只有5.07倍左右 看到招银国际 其实他也预计了 新天绿色能源 1919年股息率 分别高达有7.2% 和8.6% 其实现在他的股值真的算便宜 是的 本身 你说现在买风电股 除了刚刚讲一些政策的因素 或者本身一些业绩的因素之外 最重要是股值上面 都是比较低一点 你看回封电相关股份 现在在交易的预测PE 都是4倍多 至到龙原最贵的 都是8倍多一点 基本上都属于在过去的10年来说 是比较低的股值 好像你看回新天绿色能源 过去10年交易的平均PE 其实都有接近10倍多 现在在交易的只有5倍 无论比较过去的平均值也好 或者比较同业来说 都好 都是为之便宜 你计算派息 由于新天绿色 每一年的派息比率 都去到4剩多 刚刚我们都看过 头三季的盈利 都能够升到接近5成 如无以外 传电盈利 都不会令人失望 再根据他再继续派 4成的派息比率出来 他的股息率 计算有5厘多 亦都属于这么多的燃气股 再加上风电股里面 是最高的一间 好啊 说了这么多好的原因 其实有几个因素 大家都要留意着 第一个就是之前 刚才也提到的 天然气的业务 毛利率近年都持续收缩 另外 封电新装机的电价补贴 其实见到近年都不断下调 其实未来 是不是都有机会逐渐去下调呢 是的 封电的电价补贴 都是一个趋势 未来都逐步下调 但是刚刚都提过 就算新装机的补贴 是没有之前那么高也好 第二个陆政的交易机制 再加上国家能源局 一些额外的补偿 基本上对于这些风电企业 整体的负面影响 就没有在当初想到这么大 好啊 另外最后我们也看了 其实集团的政府債 都挺高的 或者都有股本融资的风险 不过知道它来陆 都有机会回A股上市 其实是否都可以帮到它呢 这个都是一个挺大的冲景 虽然你只说它的负债比率 百多百分比都挺令人担心 但是由于它已经成功通过了内地证监的批准 现在都叫做刊登了招股书 愿无愿外排完队之后 都能够可以正式回归去A股上市 再加上上市方面 在内地来说都有一个规定 就是你计算股值方面 P book 就不能够低于一倍的 但是由于现在H股 在交易的市进率 都是0.8倍左右 就是意味着 A股上的股值 都会比起现价来说 是会有个日价 所以会不会都因为这个因素 连带到未来的股值 可以有一个向上修正的情况 这个也是值得期待的 好啊 看到956也有些前景 股价可能都会受影响的时候 今天其实也创了一个月新高 见到956 今天最高都去到2.2 应该怎样部署呢 想买的话 是啊 那看回股价 其实在对上一个星期 它已经是由低位 大概1.8 已经抽到2.2 这些位置 短线里面不排除 可能会回一回的 所以我今天设定 价格都低一点 去2.1才买 上面目标价 我会看上去2.6 下面如果跌穿过8 可以先做个指示 好啊 谢谢Jason 和我们的分享 亦和你申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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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节目就差不多 稍后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